梅艷芳 我第一次見梅艷芳 她剛剛選完新手出來 她做了半隻碟 唱片公司想出她的個人大碟 所以叫她上來見我 其實是很久的事 但不知為何對我來說好像時間太快 所以我都好像覺得 那個印象這件事 好像還是上星期發生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害羞的女生 不好意思 因為當時我已經是一個很忙的設計師 所有幾乎香港所有大的藝術 和攝影師 全部都是我的 一定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見她那天我很忙 但我猜不到 但我個人很奇怪 我從來都沒有說 因為你是一個剛剛出道的一個歌手 或者是一個知名度不夠高的人 我就冷落你或者疏忽你 我沒有這件事 我由出道到今時今日都好 如果別人是拜託我 或者祝福我 託我做一個工作的話 我一定是完成了那個工作去的 所以既然唱片公司 我和蘇夏良先生是好朋友 他托我去做這個 他第一個唱碟 所以我就 我不能夠辜負任何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朋友 托付我做的事 所以我就和他做了第一隻唱碟 就是赤色梅艷芳 做完這隻唱碟的時候 這隻唱碟當然是很成功 亦都很感謝唱片公司支持 一個新人出唱碟 我沒有用他的大頭 因為我覺得有時一張相 或者一個風套 是一個感覺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沒有用到任何大頭去做事 純是一個感覺 但是幸運成功了 跟著他就要去代表香港 在日本參與歌唱比賽 他要去那裏 我又和他設計了一套衣服 給他去 一套白色的棉納 加一個皮褲 一個大圍巾給他去 又是OK了 回來 回來之後唱片公司和我說 很希望我幫忙他做這一個藝衣服 但其實那時我很忙 我功夫真的很忙 如果不是唱片公司對我這麼好 又或者這一個女生 他給了一個很特別的感覺給我 我第一次見到他 就是他不多笑 又不多出聲 他就這樣坐在那裡 但是我就是看見 我雖然在忙在做事 但我有時拿到他的表情 他的嘴角有一點驕傲 但這不是刻意的 是不經意流露出來的一種感覺 我喜歡 如果你是刻意的驕傲 我覺得不漂亮 但你是不經意 你本身是有這種味道的話 我覺得是正的這個感覺 所以有可能是緣分 亦都可能是 我當時沒有發覺到他這麼多 這麼高的潛質或者這些 我完全沒有 我純粹是覺得他是一個很乖的人 唱片公司很希望我幫忙 我又從這個角度 我是和他合作開始做的 那我做他的第二隻碟 就是做他的那個形象 我就是做他的那個飛躍舞台 飛躍舞台的時候 我第一次做他的時候 去到來舞台 我們要拍這輯相 我突然之間覺得很驚奇 我叫他 你儘量用跳舞的動作 舞動一下 因為飛躍舞台 一定有飛躍舞台的感覺 很出奇 他不是很懂得舞動 他不是很懂得動 那我就突然之間 我心裡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我馬上理解到 因為他畢竟當年 他未出道之前 他是一個走廊的歌手 一個走廊的歌手 在一個小的舞台上 他怎麼可能是大動作去舞動呢 所以我就知道 他就是未去到那個時候 所以我就坐下來 拍完一輯相之後 我和他覺得 我們不用擔心Anita 我會有辦法和你做到一個感覺出來 但是你從今天開始 你盡量去多一些Disco 你不需要有人的 你自己對著鏡子大跳 盡量舞動 盡量跳 因為以後這些動作 所有這些舞動 你就是在一個舞台上展現出來的 他也說他明白 他也聽話去做 所以接下來我再做他 赤水榴槤的時候 我都未敢讓他舞動 我都未敢 你知不知 所以我就突然間 一想 我怎麼再做他 我要他成為 我想回當年 馬連德烈治 一個德國這麼出名的女歌手 他第一個女歌手是女穿藍裝 我有了這個意念 我跟梅艷芳說 今次我會讓你穿藍裝 但一定要記住 你是一個有型的女人 而穿上藍裝 而不是女扮藍裝 這是有一個分別的 所以當我穿好那件衣服 把他推進去 我預備拍照的時候 他那個眼神 我到現在還記得 那個眼神是感動 他是開心的 他幾乎是想抱一抱我 但因為他在做事 知不知 我沒有這個機會 我只能夠推他 我現在就開始了 就是那一刻 他一個眼神 一個這麼細微的動作 他觸動了我 因為我們畢竟是做藝術的人 我們很講感情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跟自己講 我一定要盡力幫你 所以到那一刻 跟著我們拍《壞女孩》 又跟著加他的演唱會 在飛機上 我就跟修羅倫先生說 我想到了 這次的演唱會 就叫做梅艷芳盡顯光華演唱會 這次的演唱會 又是第一個演唱會 我們不知為何會天馬行空 我又是一個新人演唱會 我又是舞大頭 我出一隻手 對起一個鑽石咪 一隻腳踩著一個鑽石咪 又成功讓我們做了一件這樣的事出來 在演唱會裡我亦很有心思 我跟吳慧萍合作 吳慧萍是一個很要求高的製作者 我很欣賞他的工作 和他的專業精神 我非常欣賞 所以大家的合作很愉快 亦令到梅艷芳在演唱會裡很出色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個路 所以到後來我不停有新的形象 跟著做他的妖女烈焰紅唇 所有這些經典的作品 我想是愛 我一個人很奇怪 我做事就是 我除了忠於自己的工作 愛自己的工作之外 因為我對那個人 我都需要有感情 我不可以對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或者沒有感覺的人 我可以做到一件事 所以當年很多顧客 被我推堂了我不肯做 因為我見到有些人 我覺得我跟他們合作得不太好 我就會拒絕這個工作 所以我做梅艷芳的時候 每一次我就跟她說 你會怎樣做法 譬如妖女聽到歌 我說這是第一個 你怎樣做法 她就會動一下給我看 我就會用我的腦 用我的心 我就知道怎樣去做 所以我跟她的配合 是純默契的 是從來大家都沒有演唱 從來她完全不知道 我的服裝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她大概是怎樣 但是每一次做出來的事情 我經常都跟她說 我跟她各自各精彩 她在台上每做一個動作 我總之是有東西 配合到那個動作 而不是騷擾到她 一個好的作品 千萬不能令到一個股客 或者一個歌手 她在舞台上有負擔 因為如果她有負擔的話 就阻礙到她的發揮 就不是漂亮的 所以這一定是互相的配合 但是真的想都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我跟她的合作 竟然在80年代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 就叫形象設計 想都想不到 就是自己成就了一個 形象設計這個行業 其實形象設計這件事 不是單單只為一個歌星 去做一件漂亮的衣服 換一件衣服 突然換一件晚禮服 這個就叫做形象設計 或者這個就是百變 現在有時我見到一些歌手 或者當時有些歌手 換一件衣服 他們就說真是白變 形象是白變 這個是跟我根本 最初我們做的形象設計 是兩件事 你只要想一想 我們當年的80年代 我做梅延芳的形象設計 就是你只要聽到音樂響 你就已經知道她出來的時候 她穿什麼衣服 她的形象是什麼 這個是代表一個歌手 她本身的歌 你只要想起歌 你立即想起形象 這個才是形象 不是單單去換一件衣服 所以那個設計 那個功力 還有那個用心 真的一切都是用心 用腦 才可以驚動80年代 在整個80年代裏面 唯一一個女歌手 就是我和她的緣分 真的是一種緣分 我真的沒有錯過她 因為她是普通的一個女歌手 來找我 我就隨便做了她 我沒有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 她辜負任何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人 我不會 我真的沒有這個行為 所以才成就她對我的愛 我對她的愛 大家互相的默契和信任 是世間上很難再找到這種情義 在裏面 到最後這個演唱會 她要我和她做一件婚紗 然後我告訴她 那件婚紗你想怎樣 她說她想嫁給舞台 其實她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的心裏面很難過 非常難過 一個這麼出色的歌手 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女人 竟然是可以這個世界上她告訴她 如果她要穿一件婚紗 一件屬於自己的婚紗 她說她要嫁給一個舞台 一個很淒美的一個 和一個很落幕的一個 一個太孤獨的女人的行為 所以我傷心 但是我認為我設計了一件 我一生裏面設計了一件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但是到了沒有多久 兩個星期之後 她的乾媽就跟我說 你還沒跟Eddie哥哥說 你開啟那件衣服 她才很不好意思告訴我 她說Eddie哥哥 其實我很想你幫我做 我開場那件服裝 但是那時我已經知道她病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幫她做 她就說 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件金色的開場服 我說行了 你不用說 我知道了 所以我很明白她那時很需要我 一個歌手她從台升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那個感覺 她自己的感覺 你一定要給他足信心 因為那時她的身體已經很弱 所以我設計了這套衣服給她 這套衣服很行 紅金是很難駕馭的顏色 當她那一天不舒服 我做好這套衣服 還有兩天都已經開始表演 我這件衣服給她穿 真的不是開玩笑 她一穿這件衣服 我和她穿了衣服 然後拉上去 她自己站著 她整個人的感覺就出來了 她還馬上跟我說 她Eddie哥哥 她出場的時候我想這樣出場 我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樣蹲在樹出場的話 我在後面的尾 我和你攤漂亮 你升上去就很漂亮 所以你有時你一定要知道 一件服裝 你可以給到一個人的信心 和那套戲 那樣東西 那個支持 所以一件好的作品 你除了愛 除了支持 除了所有一切 包含所有一切的力量 我游幸地成為了一件經典的作品 所以真的 我只能夠說 我非常之愛惜她 也很多謝她對我的一份愛 我永遠都會記得她 如果有來生的話 我也希望 我們大家會再遇到 我第一次見梅艷芳 她剛剛選完新秀出來 她做了半隻碟 然後唱片公司想出她的個人大碟 所以就叫她上來見我 其實是很久的事 但不知為何對我來說 好像都是時間太快了 所以我都好像覺得 那個印象這件事 好像還是上個星期發生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害羞的女生 不好意思 因為當時我已經是一個很忙很忙的設計師 幾乎香港所有的大藝術師 和攝影師 全部都是我的 一定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見她那天我很忙 但我猜不到 我個人很奇怪 我從來都沒有說 因為你是一個剛剛出道的一個歌手 或者是一個知名度不夠高的人 我就冷落你或者疏忽你 我沒有這件事 我由出道到今時今日都好 如果別人是拜託我 或者祝福我 託我做一個工作的話 我一定是完成了那個工作去的 所以既然唱片公司 我和蘇夏良先生是好朋友 他托我去做這個 他第一個唱碟 所以我就 我不能夠辜負任何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朋友 托付我做的事 所以我就和他做了第一隻唱碟 就是赤色梅艷芳 做完這隻唱碟的時候 這隻唱碟當然是很成功 亦都很感謝唱片公司支持 一個新人出唱碟我沒有用他的大頭 因為我覺得有時一張相 或者一個風套 是一個感覺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就沒有用到任何大頭去做事 純是一個感覺 但是幸運成功了 然後他就要去代表香港 在日本參與日本歌唱比賽 他要去那裏 我又和他設計了一套衣服 給他去 一套白色的棉納 加一個皮褲 一個大圍巾給他去 又是OK了 回來 回來之後唱片公司和我說 很希望我幫忙他做這一個藝衣服 但其實那時我很忙 我功夫真的很忙 如果不是唱片公司 對我這麼好 又或者這一個女生 他給了一個很特別的感覺給我 我第一次見他 就是他不多笑的 又不多說聲的 他就這樣坐在樹 但我就是看見 我雖然在忙在做事 但我有時拿到他的表情 他的嘴角有些 有一點驕傲 但這種不是刻意 是不經意流露出來的一種感覺 我喜歡的 如果你是刻意的驕傲 我覺得不漂亮 但你是不經意 你本身是有這種味道的話 我覺得是很棒的 這個感覺 所以有可能是緣分 亦都可能是 我當時沒有發覺到他這麼多 這麼高的潛質 或者這些東西 我完全沒有 我純粹是覺得 他是一個很乖的人 唱片公司很希望我幫忙 我又從這個角度 我是和他合作開始做的 我做他第二隻碟 就是做他那個形象 我就是做他那個飛躍舞台 飛躍舞台的時候 我第一次做他的時候 去到來舞台 我們要拍這輯相 我突然之間覺得很驚奇 我叫他 你盡量用跳舞的動作 舞動一下 因為飛躍舞台 一定有飛躍舞台的感覺 我突然覺得很出奇 他不是很懂舞動 他不是很懂動 我突然之間 我心裡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我馬上理解到 因為他畢竟當年 他未出道之前 他是一個走廊的歌手 一個走廊的歌手 在一個小的舞台上 他怎麼可能是大動作去舞動呢 所以我就知道 他就是未去到那個時候 所以我就坐下 拍完一輯相 我跟阿葛 我們不用擔心Anita 我會有辦法 和你做到一個感覺出來 但是你由今天開始 你盡量去多一些disco 你不需要有人 你自己對著鏡子大跳 盡量舞動 盡量跳 因為以後這些動作 所有這些舞動 你就是在舞台上展現出來的 他亦都說他明白 他亦都很聽話去做 所以接下來我再做他 赤水榴槤的時候 我都未敢讓他舞動 我都未敢 你知不知 所以我就突然間 零幾一一一想 我怎麼再做他 我要他成為 我想回在當年 馬連德烈志 一個德國這麼出名的女歌手 他是第一個女歌手 是穿藍裝的 我就有了這個意念 我就跟梅艷芳說 今次我會讓你穿藍裝 但你一定要記住 你是一個有型的女人 而穿上藍裝 而不是女扮藍裝 這是有一個分別的 所以當我穿好那件衣服 推了他近位 我預備拍照的時候 他的眼神 我到現在還記得 那個眼神是感動 他是開心的 他幾乎是想抱一抱我 但因為他在做事 知不知 我沒有這個機會 我只能夠推他 我現在就開始了 就是那一刻 他的眼神 一個這麼細微的動作 他觸動了我 因為我們畢竟是做藝術的人 我們很講感情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盡力幫你 所以到那一刻 跟著我們拍《壞女孩》 又跟著加他的演唱會 在飛機上 我就跟修羅倫先生說 我想到了 這次的演唱會 就叫做 梅艷芳盡顯江華演唱會 這次的演唱會 是第一個演唱會 我們不知為何會天馬行空 我又是一個新人演唱會 我又是沒有大頭 我出一隻手 對起一個鑽石咪 一隻腳踩著一個鑽石咪 又成功讓我們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在那個演唱會裏 我亦很有心機 我跟吳慧萍合作 吳慧萍是一個很要求高的製作者 我很欣賞他的工作 和他的專業精神 我非常欣賞 所以大家的合作很愉快 亦都令到梅艷芳 在那個演唱會裏面很出色 這樣我們就開始了這個路 所以到後來我不停地有新的形象 跟著做他的妖女 《烈焰紅唇》 所有這些經典的作品 我想是愛 我一個人很奇怪 我做事就是 我除了忠於自己的工作 愛自己的工作之外 我對那個人 我都需要有感情 我不可以對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或者沒有感覺的人 我可以做到一件事 所以當年很多顧客 被我推倒了我不肯做 因為我見到有些人 我覺得和他們合作得不太好 我就會拒絕這個工作 所以我做梅艷芳的時候 每一次我跟她說 你這首歌 你會怎樣做法 譬如妖女聽到歌 我說這是第一個 你怎樣做法 她就會動一下給我看 那我就會用我的腦 用我的心 我就知道怎樣去做 所以我和她的配合 是純默系的 是從來大家都沒有演唱 從來她完全不知道 我的服裝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她大概是怎樣 但是每一次做出來的事情 我經常都跟石屎說 我和她各自各精彩 她在台上每做一個動作 我總之是有東西 配合到那個動作 而不是騷擾到她 一個好的作品 千萬不能令到一個顧客 或者一個歌手 她在舞台上有負擔 因為如果她有負擔 就阻礙到她的發揮 就不是漂亮 所以這一定是互相的配合 但真的想都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我和她的合作 竟然在80年代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 就叫形象設計 想都想不到 自己成就了一個形象設計 這個行業 其實形象設計 這件事 不是單單為一個歌星 去做一件漂亮的衣服 換一件衣服 這個就叫形象設計 或者這個就是百變 現在有時我見到一些歌手 或者當時有些歌手 換衣服 他們就說 真是百變 這個跟我根本 最初我們做的形象設計 是兩件事 你只要想一想 我們當年的80年代 我做梅延芳的形象設計 你只要聽到音樂響 你就已經知道她出來的時候 她穿什麼衣服 她的形象是什麼 這個代表了一個歌手 他本身的歌 你只要想起歌 你立即就想起那個形象 這個才是形象 不是單單去換一件衣服 所以那個設計 那個功力 和那個用心 真是一切都是用心 用腦 才可以驚動80年代 在整個80年代裏面 唯一一個女歌手這麼轟動 這是我和她的緣分 真是一種緣分 我真是沒有錯過她 因為我沒有因為她是一個普通的女歌手 來找我 我就隨便做了她 我沒有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 辜負任何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人 我不會的 我真的沒有這個行為 所以才承受了她對我的愛 我對她的愛 大家互相的默契和信任 是世間上很難再找到這種情義 在裏面 到最後這個演唱會 她要我和她做一件婚紗 然後我告訴她 那件婚紗你想怎樣 她說她想嫁給舞台 其實她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的心裏面很難過 非常難過 一個這麼出色的歌手 一個這麼好的女人 竟然是可以這個世界上她告訴她 如果她要穿一件婚紗 一件屬於自己的婚紗 她說她要嫁給一個舞台 一個很淒美的一個 和一個很落幕的一個 一個太孤獨的女人的行為 所以我傷心 但是我認為我設計了一件 我一生裏面設計了一件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但是到了沒有多久 兩個星期之後 她的乾媽就跟她說 你還沒跟Eddie哥哥說 你開啟那件衣服 她才很不好意思告訴我 她說Eddie哥哥 其實我很想你幫我做 我開場那件服裝 但是那時我已經知道她正在病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幫她做 她就說 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件金色的開場服 我說行了 你不用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很明白她那時很需要我 一個歌手 她從台升上來的時候 第一個 那個感覺 她自己的感覺 你一定要給他足信心 因為那時她的身體已經很弱 所以我設計了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很行 紅金是很難駕馭的顏色 當她那一天不舒服 我做好這套衣服 還有兩天都已經開始表演 我這件衣服給她穿 真的不是開玩笑 她一穿這件衣服 我跟她穿了衣服 她一拉進去 她自己站著 她整個人的感覺 她就出來了 她還馬上跟我說 她Eddie哥哥 她出場的時候 我想這樣出場 我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樣蹲在樹出場 我在後面的美 我和你攤漂亮 你升上去就很漂亮 所以 你有時你一定要知道 一件服裝 可以給到一個人的信心 和那套戲 那樣東西 那個支持 所以一件好的作品 你除了愛 除了支持 除了一切 包含所有一切的力量 我遊行地成為了一件經典的作品 所以真的 我只能夠說 我非常之愛惜她 也很多謝她對我的一份愛 我永遠都會記得她 如果有來生 我都希望 我們大家會再遇到